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Kevin 這次菜單就說我想要來分享的是一個三明治的製作 它的名字叫做 醬燒牛肉三明治 那其實我之前很少就是做三明治的東西 那最近幾次做啊我發現其實三明治很方便 為什麼呢因為像我這次像我拍影片 做了三明治可能會做兩個 那這個三明治一個早上吃完之後 剩下另外一個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打包 然後帶到辦公室中午呢就會是一個很方便的午餐 那這三明治呢如果要做成健康飲食 只要食材簡單做一些挑選就可以 像麵包或者是裡面的食材 挑選比較健康的其實它就是一個很適合當做健康飲食的東西喔 所以呢我覺得是非常的方便 好那我們就開始來製作這次的牛肉三明治 好那這個三明治呢一開始最重要的是這個麵包的選擇喔 那我喜歡買這種大的 比較全骨類的麵包 來切片作為就是三明治的最外層 那如果你呢你學的這種很麻煩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選用就是比較全麥的吐司 這種來直接當做麵包也可以 那我自己呢是喜歡這種的 第二步呢是先把這個蔬菜的部分拿下去洗 那這次呢生菜的部分我選的是這個羅曼辛 它呢做三明治或沙拉都是非常方便的 好再來是我們這個主菜牛肉的部分 這個牛肉呢我選的是這個梅花牛的部位喔 它的油脂不會太多 那瘦肉是比較多的 那用這種火鍋肉片呢料理起來比較方便 這種在全臉都買得到 自己吃的好處呢就是想吃多少就下多少 不用再客氣 我自己喜歡吃酸一點喔所以可以加一點點醋 半尺就好 那我剛剛呢有7點這種薑末下去 會讓這個牛肉的味道更棒 如果你沒有薑呢用蒜頭也可以 那我幫他醃漬一下 我們呢先來就是煮蛋 再來做牛肉 因為呢蛋的味道比較淡 牛肉味道比較重 那這樣呢味道比較不會干擾到 那做這個滑蛋呢 重點一定要切記要小火 然後呢慢慢的去這樣子刮動它就可以了 像這樣子呢蛋是我要的這種熟度 這種嫩度呢其實就可以起鍋了 起鍋前呢你可以這樣 撒點鹽跟胡椒 簡單用紙巾擦拭一下就好了 好這個牛肉很快就熟了喔 我們就不要煮太久了 紅紅色的部分呢稍微不見 我們就可以起鍋了 切一些番茄 好我們的麵包好了喔 最後呢我們就來做這個組合的動作 那這邊呢大家容易犯一個錯誤就是呢 像這個生菜呢洗好濕濕的狀態 直接給它放下去 那這樣子麵包呢絕對會吸這個水 那這個水吸下去如果你當下吃還好 但是如果說你放到中午的話 麵包吃起來就會濕濕軟軟的 口感就會變得非常的不好 這樣會變得很好吃 那一般的做法其實是會在 就是麵包的第一層 塗上一層奶油 或者是其他的就是像什麼 青醬啊油脂類的 那油水會分離所以呢 麵包就不會吸水 但是呢因為我們要降低熱量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塗奶油了 最簡單的做法就是 你要鋪之前呢一定要把這個 蔬菜擦乾淨 這個很重要的動作喔 蔬菜一定要把它水分擦乾 好那這樣這個生菜呢擦乾之後 你就可以安心的把它鋪下去喔 如果你把它翹翹的稍微撕一下也沒有關係 另外一個呢放料的重點呢就是 一些會出水或者是濕濕的東西呢 千萬不要把它放在最外層 因為一樣麵包很容易吸水 這個牛肉你看 料超滿超豐富 OK 好全部弄好稍微壓一下沒有關係 如果你有牙籤的話呢 或者是這種叉子的話呢 我建議你可以把它先插住固定一下 等一下呢會比較好切一點 哇你聽這個聲音 哇我們的醬燒牛肉三明治完成了 看起來超級好吃 好那我們呢就先來進行我們試吃的時間 哇這個大家看一下 這個料太邪惡了啦 嗯 好好吃喔 麵包啊外面這個麵包呢 也是我第一次買的第一次吃到的 它好像是什麼乳酪全麥三明治吧 我不知道 吃起來也是不錯吃 但是我之前有買過一款更好吃的 就是一般的全麥的那種 味道比較不會那麼複雜這樣子 不過不管怎麼樣 這個內餡啊 一口咬下 全部的風味口感滋味都在裡面 三明治就是這樣子 太棒了 那我自己個人認為啦 三明治其實非常簡單 它唯一注意的點是說 你在組合的時候 這個組合的順序上 你注意一下 才不會讓這個三明治呢 很容易的軟掉或口感不好 這樣子 對所以這是唯一要注意的地方 好那我這次的三明治製作呢 就到這邊囉 相關癢養資訊呢 我也會分享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我也喜歡我這次的影片呢 也別忘了要訂閱我們菜單研究所 那現在在我的IG上面呢 也有相關的減脂記錄的分享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一併追蹤 那我們這次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啦 我們下次見啦